资质通鉴卷第九十 禁忌十二 中宗元皇帝上 建武元年春征月 汉兵东略鸿农 派手宋哲奔江东 黄门郎史书 世遇史王冲 自长安奔良州 昌敏帝出祥前一日 史书等及赵赐张时 拜时大都督梁州目 世中司空诚治行事 且曰 朕以赵狼牙王时设大位 君起携赞狼牙 共计多难 书等至孤赃 时大令三日 辞官不受 初 时书复宿 为西海太守 闻长安威逼 请为先锋入园 时已其老 拂许 即闻长安不守 宿悲愤而足 时遣太府司马 韩蒲 辅荣将军张浪等 甩布计一万东基汉 命陶鲁将军陈安 安顾太守贾迁 隆熙太守吴绍 各统郡兵为前驱 又为相国宝书书 王宿有事 不忘头驱 前前甲迁 瞻弓举动 终批拂命 赤迁还军 俄文寇逼长安 胡松不进 屈允持今五百 请就于松 遂觉遣迁等 进军度领 慧闻朝廷亲父 为忠不遂 愤痛之身 死有余则 谨更遣蒲等 为功命侍从 蒲等足不能进而还 至南安 珠腔断路 香齿百余日 良节使尽 菩萨车车中牛 已享世 气味之曰 如曹念父母乎 曰 念 念妻子乎 曰 念 欲生还乎 曰 欲 从我令乎 曰 诺 乃古灶进战 慧张浪帅金城兵济制 夹击 大破支 斩首数千级 先是 长安瑶曰 秦川中 血莫万 唯有梁州已驻官 即汉兵赴官中 低枪略拢幼 雍秦之民 死者十八九 读梁州安全 二月 汉主葱使从地唱 率不计三万功行阳 太守离举 屯汉王顾磊 香去七里 前使招举 使唱兵促制 举未及违背 乃前使诈响语唱 唱不复设备 大响 瞿帅皆醉 举欲夜席之 士族皆匡聚 居乃前其将郭颂 岛于子产词 史乌扬言曰 子产有教 当前神兵相助 众皆永跃征进 举选勇敢千人 使颂将之 演习唱赢 斩首数千级 唱 谨以申免 心四 颂哲致健康 称寿敏帝照 令丞相 让郎牙王瑞 统设万机 三月 郎牙王肃福初次 举哀三日 于是西阳王 让及官署 供上尊号 王不许 让等故请不矣 王凯然留替替曰 故罪人也 诸贤健逼不已 当归狼牙尔 忽司奴命驾将归国 样等乃请依未尽故事 称晋王 许之 新卯及晋王位 大赦改元 使备百官立宗庙 建设计 有思请立太子 王爱次子宣成功谱 与立之 为王导曰 立子当以德 岛曰 世子宣成 具有朗郡之美 而世子年长 王从之 秉晋 立世子少为王太子 丰袍为狼牙王 奉公王后 仍以谱都督清许衍三州诸军士 镇广陵 以西洋王样为太保 封乔冈王殉之子成 为乔王 殉宣帝之弟子也 又以征南大将军王敦为大将军 江州墓 扬州赐使王岛为票计将军 都督中外诸军士 领中书建 陆尚书士 丞相左掌使雕邪为尚书左仆叶 右掌使周矣为吏部尚书 君资继九贺寻为中书令 右司马戴冤王岁为尚书 司职刘伟为御史忠诚 行参军刘超为中书摄人 参军士孔渝 长间中书郎 自渝参军西拜奉车都位 院属拜 院属拜驻马都位 行参军摄人拜继都位 王敦辞周末 王岛以敦统六周 辞中外都督 贺寻以老病辞中书令 王皆许之 以寻为太长 事实 成丧乱之后 江东草创 雕邪九幻中朝 安恋旧事 贺寻为世如宗 明昔礼学 凡有一意 皆取绝音 刘坤 段匹倒� franc 香余沙穴同盟 期已意待近事 新丑 坤习告华宜 兼前左长使右司马温乔 匹迪前左长使荣绍 凤表及蒙文以健康劝近 乔 献之弟子也 乔之从母为昆妻 昆为乔曰 尽坐虽帅 天命未改 无当立功和朔 使清言喻江南 行以免之 王以先卑大都督慕容伟 伟都督辽左杂宜流民诸君士 龙湘将军大禅于昌离宫 为不受 征鲁将军鲁昌税尾曰 仅两经覆没 天子蒙尘 狼牙王承治江东 为四海所系住 民宫虽雄聚一方 而诸部由祖兵卫辅者 盖以官非亡命故也 为以通使狼牙 劝成大统 然后奉诏令以法有罪 谁敢不从 楚氏辽东高许曰 霸王之字非亦不济 仅尽是虽微 人心由父之 以前十江东 事有所尊 然后障大义以征诸部 不患无此矣 为从之 前掌使王继 附海亦健康劝进 汉相国灿 使其党王平 为太帝一约 事奉中赵 云经师将有变 以中甲 以备非常 亦信之 命功臣 解中甲以居 惨池浅告 尽准 王审 准以白汉主 聪曰 太帝将为乱 以中甲以 聪大经曰 宁有师爷 王审等皆曰 臣等闻之久矣 屡言之 而陛下不知心也 聪使灿 以兵为东宫 灿使准审 守低枪 酋长十余人 穷问之 皆选手高阁 烧铁琢目 酋长自污 与亦谋反 聪卫神等约 无今而后 至清等之中也 当念知无不言 勿恨往日 言而不用也 于是诸东宫观属 即亦诉所亲后 准神等诉所 曾愿者大臣 大臣数十人 康氏族万五千余人 下四月 费役为北部王 惨寻使准贼杀之 亦行神秀爽 宽人有气度 故世心多富之 聪闻其死 哭之痛 曰 吴兄弟 之于二人而不相容 安得是天下之无心也 低枪判者慎重 以尽准行车记大将军 讨平之 五月人五日有十之 六月秉吟 温乔等致健康 王岛周仪雨量等 积爱乔才 争与之交 事实 太尉玉周牧寻祖 冀州次使少旭 青州次使曹怡 宁州次使王逊 东夷校尉崔碧等 皆上表劝进 王不许 出 刘敏张平凡雅 各聚众数千人 在桥 为物主 王之为丞相也 遣行参军 乔国还宣 往睡平雅 平雅皆请祥 即御州次使 祖替出屯卢州 遣参军阴役役役雅 役役清平 士席屋 曰 可作马就 捡大货 曰 可助铁器 平曰 此乃帝王祸 天下清平方用之 奈何悔之 一曰 请未能保其头 而爱祸也 平大怒 于座斩义 乐兵固守 替公之 遂于不下 乃 乃又其部将谢福 使杀之 替近距太丘 凡雅独具桥城 与替相聚 替公之不克 请兵于南中郎将王涵 还宣实为寒参军 寒谦宣 将兵五百助替 替卫宣曰 请信义以助于彼 仅父为我睡雅 宣乃丹玛丛两人一雅曰 祖欲周方欲平荡流石 以清为源 前阴亦清薄 匪欲周一也 雅及亦替祥 替祭入桥城 石乐遣石虎为桥 王涵附遣环宣旧之 虎解去 替表宣为桥国内使 几四 晋王传喜天下 称 石虎赶率犬羊 渡河纵毒 金浅狼牙王 颅等九军 瑞族三万 水陆四道 净造贼场 受祖替节度 寻父赵颅还健康 秋七月 大旱 司祭兵清 雍州大皇 何凡义 朴千余家 汉主葱 李晋王灿为皇太子 领相国 大禅于 总涉朝政如故 大涉 段匹迪推刘昆为大都督 习其兄 辽西宫 辽西宫 吉路隽 吉叔父 摄父臣 地墨碑等 会与固安 共讨时乐 墨碑 税吉路隽 摄父臣 曰 以父兄 而从子弟 持也 请 祖 这 个隐兵还 昆 匹迪 不能 毒流 一还祭 以寻祖为司徒 八月 汉照顾习魏将军化慧于林颖杀之 初 照顾与长使周震有戏 朕密赠顾与汉主葱 离举之破流畅也 于帐中得葱照 令唱即刻举还过洛阳 收顾斩之 以朕代顾 举颂以士顾 顾斩朕父子 率计一千来详 举赋令顾守洛阳 郑潘等相语据王义 众心不一 散环横桑口 欲入度增 王敦前武昌太守赵右 襄阳太守诸鬼姬之 潘等聚请降 度增一请 积第五一 于襄阳已自赎 亦将赴荆州 留长使刘骏 朕阳口磊 敬陵内使诸四未议曰 曾华贼也 外事屈服 欲入官君使息 然后奸道袭阳口尔 以大部分 未可便息 异性尽力自用 以四为老妾 遂息行 增等果还屈阳口 亦乃遣潜似规 财智磊 即为增所为 刘骏自守北门 使四守南门 马骏从增来攻磊 骏妻子先在磊中 或欲脾其面 以示之 四曰 杀其妻子 未能解围 胆意怒耳 乃止 怎攻陷北门 似被伤 退入船 开船底已出 晨行五十步 乃得免 曾遣人 睡四曰 马骏得清 全其妻子 仅尽以 清家内外 百口父骏 骏已尽心收拾 清可来也 四曝曰 五年六十余 不能富与清 作贼 无死亦当难归 妻子妇辱才智 乃就王毅于真山 并疮而足 悟隐 赵幼诸鬼 及陵江将军黄骏 与曾湛于女观湖 又等皆败死 曾成圣 静造棉口 威震将免 王使 御章太守 周访机制 访有众八千 剑至转扬 曾锐气甚盛 访使将军李恒 督左针 许昭督右针 访自领中军 访先攻左右针 访于阵后 设置以安重心 令其中约 一针败 明三骨 两针败 明六骨 赵幼子印 降赴于兵 赎左针 立战 败而复合 尺马 尺马告访 访怒 赤令更进 引豪枯还战 自淡至身 两针皆败 访选精锐八百人 自行九印之 赤不得妄动 闻古音乃进 增兵位置三十步 访亲鸣鼓 将士皆藤月奔赴 增遂大溃 杀千余人 访夜追之 诸将请待明日 访曰 增骁勇能战 向者比劳我义 顾客之 以极其衰成之 可灭也 乃古航而尽 遂定汉免 增走保武当 王毅使得荆州 房乙宫前梁州刺史 屯襄阳 东十月丁位 狼牙王跑轰 十一月 即有朔 日有十之 丁卯 以刘坤为 适中 太位 征南君司 代表尚书 以为 丧乱以来 详续挥吠 义者或为 平式上文 遭乱上武 此言四智 而实不然 福如道深奥 不可仓促而成 必天下平态 然后修之 则废坠以久矣 有 贵游之子 未必有 斩将千奇之财 从君 征术之意 不及圣年 使之 讲义道义 两可惜也 世道 久丧 礼俗日弊 有火之 萧高 莫之 绝也 谨王爷照见 万物全余 为以赌道崇儒 以利封化 王从之 使利太学 汉主聪出田 以敏帝 行车记将军 荣府 执己前岛 见者指之曰 此故长安天子也 聚而观之 故老有弃者 太子灿 言语聪曰 喜周武王 其乐杀咒户 正恐同恶相求 为患故也 仅兴兵聚众者 皆以子夜为名 不如早除之 聪曰 无前沙与敏背 而民心犹如是 无未忍覆沙也 且小观之 十二月 聪响群臣 与光吉殿 使敏帝 行酒喜绝 一而更衣 又使之直盖 进尘多惕气 有师生者 尚书郎 拢膝新兵起 抱地大哭 聪明引出 斩之 照顾与河内太守郭墨 亲汉河东 至将 又私利不民 奔支者三万余人 骑兵将军流勋 追击之 杀万余人 顾莫隐归 太子灿 率将军 刘雅生等 不计十万 囤小平金 顾扬言曰 要当生父刘灿 以赎天子 灿表于聪曰 子夜若死 民无所望 则不违离举 照顾之用 不公而自灭已 勿须 敏地遇害于平阳 灿秦雅生 攻洛阳 故奔阳城山 适岁 亡命 克都农工 二千弹 掌力 以入股多少 为殿罪 朱军各自殿座 即已为领 堤王阳茂搜足 长子南迪立 与少子尖头分领布区 南迪号左贤王 臀下便 尖头号右贤王 臀河池 河南王突玉魂族 突玉魂者 慕容伟之树兄也 父舍归 分户一千七百以利之 即伟四位 二步马斗 伟前使让突玉魂约 先公分剑有别 乃何不相远异 而令马有斗伤 突玉魂怒约 马施六处 斗乃其长 何至怒急于人 欲远别甚意 恐后惠为难尔 今当去辱万里之外 遂率其众息息 为悔之 遣其掌使 以纳楼缝追谢之 突玉魂约 先公常称补士之言云 吾二子皆当强盛 坐留后世 我孽子也 礼无病大 仅因马而别 待天意乎 遂不复还 西父因山而居 属永家之乱 因渡隆而息 聚逃水之息 吉于白蓝 地方数千里 鲜卑魏兄 为阿甘 为追思之 为之作阿甘之歌 突玉魂 有子六十人 长子突颜四 突颜长大 有永利 枪胡皆未之 太兴元年 春正月 辽西宫 辽西宫 吉禄眷足 祈子幼 叔父 摄父臣自立 段匹迪 自济 往奔丧 段墨碑 宣言 匹迪之来 欲为窜业 匹迪至幼北平 摄父臣 发兵拒之 墨碑 成须 习摄父臣 杀之 并其子弟 党语 自称 蝉鱼 迎击匹迪 败之 匹迪走 还祭 三月 鬼丑 敏蒂 兄问 至健康 王 斩催 居炉 百官请上尊号 王不许 几瞻曰 近世绝统 于今二年 陛下当成大业 故望宗室 谁赴羽让 若光见大位 则神明有所平一 苟为逆天时 为人事 大事一去 不可复还 仅两都凡荡 宗庙无主 刘从窃号于西北 而陛下 仿高让于东南 此所谓 依让而救火也 王游不许 使殿中将军 韩记 撤去御座 斩赤记曰 地座上映烈星 感动者斩 王为之改容 奉朝请周松 上书曰 古之王者 一拳而后取 让成而后得 是以享世长久 重光万载也 仅子宫未返 旧经未清 一肤气血 侍女黄黄 以开言加谋 殉族立兵 鲜血设计大尺 赴四海之心 则神器 将安世哉 由氏五指 出为新安太守 又作愿望抵罪 松 已知地也 秉晨 王及皇帝位 百官皆陪列 地命王岛 升玉床共作 岛固此曰 若太阳下同万物 苍生何有仰照 地乃止 大赦改元 文武增位二等 地狱赐诸力 投赐劝进者 加位一等 民投赐者皆除力 凡二十余万人 散记常事雄远曰 陛下应天计统 率徒归待 启读尽者情重 缘者情轻 不若依汉法 辩赐天下绝 于恩为谱 且可以惜 简合之凡 色桥伟之端也 地不从 庚五 立王太子少 为皇太子 太子仁孝 喜闻词 善武艺 好贤礼事 荣寿归贱 与宇亮温乔等 为不一之交 两风格俊整 善谈老庄 地气重之 品亮妹为太子妃 地以贺寻 行太子太妇 周以为少妇 宇亮以中书郎 誓讲东宫 帝号行明家 以韩非书赐太子 宇亮渐约 深寒刻薄商画 不足留盛心 太子纳之 帝父前使 受慕容伟 龙湘将军 大禅于 昌离公 为辞公爵不寿 为以游岁 为龙湘长使 刘祥为主部 命岁 创定辅朝以法 陪宇言于伟约 尽是衰微 借居将表 威德不能极远 中原之乱 匪明公不能整也 谨诸部随各拥兵 然皆玩鱼相聚 以以剑并取 以为西讨之资 为曰 君言大 非孤所及也 然君中朝明德 不以孤纰漏 而教会之 使天一君赐孤 而又其国也 乃以仪为掌使 为以军国之谋 诸部弱小者 少少激取之 离局使 郭末郭颂就照顾 屯于骆瑞 颂浅浅其将耿志等 也计和喜汉营 汉聚秋王一光 掺之之 以告太子灿 请为之辈 灿曰 笔文照顾之败 自保不暇 安敢来此也 无为惊动将士 额尔智等掩智 十道进宫 灿重惊愧 死伤太半 灿走宝阳香 智等聚其营 或器械君资 不可生数 吉旦 灿见智等兵少 更与刘雅生 收于众公之 汉主聪 使太尉泛龙 帅计助之 与智等相持 苦战二十余日 不能下 离举进兵救之 汉兵临河聚首 举兵不得计 智等杀其所获牛马 焚起君资 突围奔虎牢 赵以举都督河南三郡 诸君士 汉中司则百堂灾 烧杀汉主聪之子 会计王康等二十一人 聪以其子 济南王纪为大将军 都督中外诸君士 陆尚书 齐王脉为大司徒 焦松陈安 举兵逼上规 向国宝 前使告急于张时 实浅金城太守窦涛 赌步计二万复之 君治新阳 闻敏帝崩 宝谋称尊号 破枪都尉张贤 言于十曰 南阳王国之叔叔 望其大齿 而急于自尊 必不能成功 晋王晋亲 且有明德 当率天下以奉之 实从之 遣衙门菜中 奉表亦健康 必至 地义即位 实不用江东年号 尤昌健兴 下四月丁丑朔 日有十支 家王敦江州墓 王岛票计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岛浅八部从事 行扬州郡国 还同时俱建 朱从事 各言二千旦 官长得诗 读顾何无言 道问之 何曰 民工作府 宁时网露吞舟 何远采听风文 以茶茶为正业 道姿皆称善 何 荣之足子也 常丞相 范常生族 常主雄 以常生子 世中奔为成相 常生博学 多艺能 年近百岁 属人奉之如神 汉中常世 王沈杨女 有美色 汉主聪 立以为左皇后 上书令王健 忠书建 催一支 忠书令曹巡 建曰 陈文 王者立后 必得乾坤 生成宗庙 莫配后土 必则 誓得明宗 悠贤令书 乃赴四海之望 趁神奇之心 孝常帝 以赵飞燕为后 使祭祭 绝灭 设计为须 此前见也 自临家以来 中公之位 不以得举 届时 沈之帝女 行于小丑 有不可以 陈屋交房 旷其家币也 六公妃嫔 解公子公孙 奈何一旦以币主之 陈恐匪国家之福也 聪大怒 使中常侍宣怀 为太子参约 建等小子 狂言武慢 吾父君臣上下之礼 其宿考时 于是收剑等颂誓 皆斩之 金子光禄大夫王炎池 将入剑 门者浮通 剑等临行 王神以帐寇之远 雍奴 父能为恶乎 乃功何欲辱事 建称母赤之曰 树子 灭大汉者 正坐如蜀背 与尽准耳 要当肃辱于先帝 取辱于地下智之 准未见曰 吾受赵收君 有何不善 君言汉灭由吾也 建曰 如杀皇太帝 使主上或不有之名 国家续养乳背 何得不灭 一支未准曰 乳心如宵敬 必为国患 乳记识人 人亦当识辱 从又立宣怀养女 为中皇后 司徒寻祖在许昌 逼于时乐 率其属数百人渡江 赵祖与太保西洋王样 并录尚书室 断匹迟 断匹迟指本 吉路劝丧也 刘坤使其世子群送之 匹迪拜 群为断墨碑所得 墨碑厚礼之 许以坤为幽州次使 欲宇之喜匹迪 密前使积群书 请坤为内应 为匹迪罗记所得 石坤别屯 征北小城 不知也 来见匹迪 匹迪群书 示坤曰 亦亦不移宫 是亦白宫尔 坤语 与公同盟 数血国家之耻 若儿书密达 亦终不以义子之故 复公而忘义也 匹迪亚仲坤 初吴亥坤义 将听还屯 其弟书君为匹迪曰 我胡遗尔 所以能服尽人者 未无众也 今我骨肉归离 是其良土之日 若有奉坤已起 无足尽义 匹迪遂留坤 坤之庶长子尊 聚诛 与坤左长使 杨乔等 闭门自首 匹迪攻拔之 戴郡太守 辟驴松 后将军 韩聚 赴前谋 习匹迪 誓谢 匹迪直 松聚 及其土党 习诸之 五月鬼丑 匹迪称赵 收昆 一杀之 并杀其 子职四人 昆从侍中郎 卢臣 崔月等 率昆 愚众 奔辽西 以断墨碑 奉留群为主 将左 多奔时乐 月 林之 曾孙也 朝廷以匹迪上墙 既其 能平和朔 乃不为昆 举哀 温乔表 昆 尽忠地势 家破身亡 一再包序 卢臣 崔月 引墨碑 使者 义上表 为昆 送冤 后 数岁 乃赠昆 太位 适中 誓约敏 于是 一进 以昆死 皆不负匹迪 墨碑 遣其地 攻匹迪 匹迪 率其中 数千 将奔 少叙 乐将 十月 邀之于 阎山 大败之 匹迪 赴还 宝记 墨碑 自称 幽州 刺史 出 温乔为刘昆 奉表 亦健康 其母催事 故止之 乔 绝聚而去 既致 旅求反命 朝廷 不许 慧坤死 除 散计 侍郎 乔文 母王 阻乱 不得奔丧 临葬 故让不败 苦请北归 赵曰 反行礼者 当时 礼可精通 今 节逆未消 诸君 奉迎子宫 由魏得尽 乔以一身 于何 祭其私难 而不从 亡命 乔不得已 受败 初 曹怡既聚青州 乃盼汉来降 又以健康玄远 誓缘不接 赋予时乐相结 乐受以东周大将军 青州墓 封狼牙公 六月甲身 以雕邪为上书令 寻松为左仆叶 邪性刚悍 与物多武 与世中流伟 聚为帝所宠任 玉角石壁 每崇上亦下 排举豪墙 故为王室所及 主克岁之政 皆云伟邪所见 邪幼十九放肆 亲毁公卿 见者皆侧目淡之 物须 封黄子西为武灵王 刘虎自朔方 亲拓拔玉律西部 秋七月 玉律几虎 大破之 虎走出塞 从地陆沽 帅其部落 降于玉律 于是玉律 西取乌孙故地 东间雾极以西 驶马京强 雄于北方 汉主聪寝吉 正大司马要为丞相 石乐为大将军 揭露上书氏 受遗诏附证 要乐故辞 乃以耀为丞相 领雍周目 乐为大将军 领幽纪二周目 乐此不受 以上洛王景为太宰 济南王纪为大司马 昌国公以为太师 朱纪为太父 忽炎燕为太保 并露上书氏 泛龙首上书令 一同三司 尽准为大司空 领私利校位 皆谍诀上书奏事 鬼害聪族 甲子 太子灿即位 尊皇后 尊皇后 尽皇后 尽世为皇太后 凡世好 宏道皇后 武世好 宏德皇后 王世好 宏孝皇后 丽其妻尽世为皇后 子原公为太子 大赦 改缘汉昌 藏葬 藏葱于宣光灵 誓约昭五皇帝 妙后列宗 晋太后等 皆年未迎二十 惨多行无礼 无负哀期 尽准因有益智 思未参约 如闻诸公欲行 医获之事 先诸太保吉臣 以大司马捅万机 陛下 以早徒之 灿不从 准句 父使二进士言之 灿乃从之 收其太载景 大司马记 记母帝车记大将军 吴王成 太师以 大司徒其王脉 解杀之 诸祭范龙奔长安 八月 惨至兵于上林 谋讨时乐 以丞相要为相国 都督中外诸军士 仍镇长安 进准为大将军 陆尚书士 惨常游宴后宫 军国之事 一决于准 准 缴照 以从地名 为车记将军 康为魏将军 准将作乱 谋于王言 言服从 池将告之 欲尽康 结言以归 准遂乐兵 生光吉殿 使甲氏直灿 鼠而杀之 誓约引帝 刘氏男女 吴少长 接展东士 发永光 宣光二陵 展葱师 焚起宗庙 准字号大将军 汉天王 昌智 至百官 为安定胡松曰 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 今以传国喜妇辱 欢如尽家 松不敢受 准怒杀之 前使告四周次时 李举曰 刘渊 图各小丑 因尽之乱 较昌天命 使二帝幽默 折率众 服侍子宫 请以上文 举持表余地 地遣太长 寒印等 奉迎子宫 汉尚书 北宫纯等 召集晋人 宝于东宫 晋康 功灭之 准欲以王延为 左光路大夫 延骂曰 图各逆奴 何不肃杀我 已无左目 至西阳门 管向国之入也 右目至建春门 管大将军之入也 准杀之 向国要文乱 自长安赴之 石勒帅精锐五万 以陶准 据相邻北园 准术挑战 乐兼臂以措之 东十月 耀智赤臂 太保忽延宴等 自平阳归之 与太父朱继等 共上尊号 耀集皇帝位 大赦 为尽准一门 不再设立 改元光出 以诸记领司徒 忽延宴领司空 太位泛龙以下 西赴本位 以石勒为 大司马 大将军 加九西 增丰时郡 尽绝为赵公 乐尽功准于平阳 八级枪杰响者 十余万落 乐皆喜之余 所不俊献 汉主要使 征北将军刘雅 镇北将军刘策 屯焚音 与乐共讨准 十一月 以某 日夜初 高三丈 照以王敦为 荆州墓 加陶侃 都督 焦州诸君士 敦顾此周墓 乃听为次事 更深 赵群公卿士 各臣得师 御史忠诚 雄远尚书 以为 胡贼华夏 子宫未返 而不能遣军进讨 一师也 群官不以仇贼 未报为耻 物在调戏九十而已 二师也 选官用人 不料实德 为在白望 不求财干 为师请托 当官者 以智士为俗力 奉法为苛刻 尽礼为产鱼 从容为高庙 放荡为达士 交简为简雅 三师也 师之所悟者 陆尘尼子 师之所善者 翱翔云霄 师以万机未整 风俗为伯 朝廷群司 以从顺为善 相为渐变 安得朝有辩证之臣 事无陆氏之智乎 古之取士 夫奏以言 仅光露不适 甚为古意 有举贤不出士族 用法不及权贵 是以财不济物 兼无所成 若此道不改 求以旧乱难以 先是 地以离乱之计 与未悦人心 周俊秀孝 智者不适 普皆属利 上书陈云 亦上言 以见寻旧 智事以经测 地从之 仍照 不中科者 赐使太守免官 于是秀孝 于是秀孝皆不敢行 其有道者 亦皆托吉 必三年 无救世者 地狱特除 孝联 以道者观 上书郎 孝书朗孔坦奏诣 以为 晋郡 俱累 君父 皆不敢行 远郡 既于不适 冒昧来赴 今若 偏家除暑 事为 仅身奉法者 师分 侥幸 投射者 得官 颓封商教 恐从此使 不若一切罢归 而未知延期 使得旧学 则法君 而令信 以 地从之 听孝莲 身至七年 乃是 谈 于之从此也 尽准使 世中补太 送圣于福玉 请和于时乐 乐求太 送于汉主要 要为太曰 先帝末年 拾乱大轮 司空行 依惑之权 使朕即此 其功大义 若早迎大驾者 党显以正事相伟 尽名为主 兼不太奉 传国六喜 降悍 时乐大怒 进军功名 明出战 大败 乃应成固守 丁丑 封皇子换 为狼牙王 换 正夫人之子 生二年已 帝爱之 以其极赌 顾望之 吉卯 轰 帝以成人之礼 葬之 被吉凶 遗伏 迎起援灵 功费甚广 狼牙国 又尝试 快击孙骁 尚书建约 国者 凶荒晒礼 旷今海内丧乱 宪章旧制 犹宜节省 而离典所无 故重事如是乎 结乙疲之民 赢无义之事 但乙困之财 修无用之费 此臣之所不安也 地不从 庞城内使周府 傻佩国内使周末 以其众详时乐 照下批内使 刘霞 领庞城内使 与徐州次使 蔡豹 泰山太守 徐龛 共讨之 豹 智之玄孙也 石虎率 幽济之兵 会时乐 功平阳 晋明吕拜 前使求救于汉 汉主要使 刘雅刘策赢之 明帅平阳侍女 万五千人奔汉 要西屯肃义 收进士男女 无少长皆斩之 要迎其母 胡氏之丧于平阳 葬于肃义 号曰杨陵 氏曰 宣明皇太后 石乐焚平阳宫氏 使陪县石会 修永光 宣光二陵 守汉主灿以下 百余口藏之 至树而归 成梁州刺石 李凤硕有功 常主雄 兄子智 在尽寿 集之 凤以巴西叛 雄自制服 使太傅 湘讨凤 斩之 以李寿为 前将军 赌巴西军事 赌巴西军事